我又发现了一个超解压的活动 开珍珠 6个珍珠棒我一共开到了156颗 今天就来试试用谷法来做珍珠粉 首先需要一块大豆腐 在中间挖个洞 倒入珍珠然后再盖回去 用豆腐来炮制珍珠 据说是张帮的做法 除了可以清洁珍珠以外 还可以让坚硬的珍珠 质地变得稍微酥脆一些 煮好的珍珠晾下一个水分 然后就可以开始研磨了 不得不说珍珠是真的硬 只能一颗颗杂 像不会飞得到处都是 不停地敲啊敲 敲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过第一遍筛 这个时候珍珠粉还不够细 所以我们要用谷法水肥法 原理很简单 足够细腻的珍珠粉 会悬停在水中和水一起倒出 不够细的就会沉在往底 重复以上的步骤 不停地研磨倒出 等待沉淀 最底下的就是逐个细腻的灯珠粉啊 抹在沙漠上铺平 放在通风阴凉处风缸 挖的时候稍微轻一点 这样做出来灯珠粉真的超细腻 也很好保存 直接装挂密封就好 平时可以加点牛奶搅拌 直接抹在皮肤上 快做给你爱的人用吧